我是詹曼玲 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來台灣從事這個行業 一共有21年了 專門是幫助個人或者企業主 或者每個公司的所有管理職 去發現自己的天賦特質 還有另外就是發現跟你共識人的天賦特質 另外就是除了在一個是個人的 另外就是整個團隊的 因為每一家公司基本上每一個領導人 他的特質不一樣 所以什麼樣的人跟他搭配是最有效果 這個是很重要的 另外就是每一個管理者他的家庭 因為我們中國人都講 這個你要家庭安定了 你在你的事業的發展 才能夠把你的理想開發出來 那基本上在PTP 專門是研究一個人的個性特質 然後跟這個個性特質有關的 領導跟管理風格 然後進一步就是說 跟這些人有關的 什麼樣的人是跟他在匹配的時候 工作匹配是最有效 然後另外就是這個團隊 目前最缺什麼樣的人才 現在在 我們現在做了21年 那這12年 比較是在大陸的發展 所以我們在大陸就有很多的夥伴 基本上這個美國這個PTP 它基本上原來的意思就是 專業的活力的 可以衡量你的精力活力的一個專案系統 我覺得很高興的要分享 就是說我當初21年 在帶這個系統的時候 因為我在美國留學 我在美國也拿了EMBA 還有就是外交 所以然後全世界也跑了五十幾個 對不起三十幾個國家 然後五大洲都有去做外銷的一個事業 然後基本上在前面我也有三百多個員工 那所以我在做這個 這個怎麼樣開發領導風格的時候 每一個做管理做領導人 他的心聲 他所面臨的挑戰 我這蠻清楚 所以因為在美國的氣管碩士班 還有高階主管碩士班 他一定是會用科學的一個人格的特質的這方面 所以我在美國的時候 我的論文就是把特質和領導風格 我就專門是研究這一塊 那我很高興就是我投十年 就是1993年一直到2001年 我在政治大學政大的NBA班 還有那時候叫契家班 還有2002年在台北大學的EMBA班 我大概一共這樣交了十年 然後另外在2002年 我到了大陸的中歐 我們知道中歐是現在是全世界 專門教高階主管在上海中歐 就是上次那個大S 他的岳母 他是中歐的可能是總經理班吧 總經理班一般就是很有錢的 那因為他要有學歷的就是EMBA班 就是基本上有學歷的人一般比較不會這麼 比較講話很爆發 爆發腹的那種心態了 我是在那邊十年前就把這個系統 就是我跟我的老公MAC去他們那邊講座 所以他們這個教授就發覺我們的系統 跟他的高階主管碩士班的領導風格 組織行為企業文化是完全可以用上 所以我覺得蠻高興的就是研究所 本來就是我一開始在1991年在 在將美國這個系統帶回台灣的時候 我認為研究所的高管 就是他們大陸講高管 台灣就是高階主管碩士班 或者你不管你是總裁班 或是總經理班 他必須要了解資人善任以前 他一定要有這個工具幫助自己比較客觀 了解自己個性的優點 那目前我的分享就是我們全世界 包括洛杉大學洛杉研究所的高階主管碩士班 或MBA班 還有就是香港科大 然後就是中歐 然後另外在中國像清華大學 等於清華大學還有交大 另外就是差不多我們的網站上就會有很多 等於有十幾家 一個是剛剛提到的就是世界頂尖的十大 十大研究所 另外就是單地的 包括台灣這邊 台灣當然這十年 這十二年我在政大就沒有再教學 那就是有這個在大陸的研究所在教這一塊 等於說這個系統就真正落實 我原來回來的時候 我認為這個一般領導人要先了解自己的特質 好 那這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就是將我的理想 那因為有落實 還有就是我個人 因為在美國的時候我前面的事業 我的對象都是世界五百大 其中的每一個汽車零件 每一個零件 它有一萬多個零件 每一個零件的產業龍頭的CEO 剛好都是我的客戶群 所以我個人會把我的優勢 還有我走在時代的前端的這一塊 就是因為跟我前面的整合 我就發覺在每一個產業 它是第一名的 它都希望像畢爾蓋茲一樣 跟第二名的拉鋸要拉得很遠 所以它走的就會非常前章 然後它會在它那個行業 怎麼去做 它就非常有願景 然後怎麼去定位 現在流行叫藍海策略 他們都很清楚 那剛好我自己也是先驅性的個性 那我就跟這些世界級的 又是以前在汽車零件 它的各行 它在各零件的龍頭的總裁 我跟他們就很有緣分 所以我基本上都用我的優點 去把台灣的零件外銷到美國 然後就外銷到全世界 歐洲和南美洲和東南亞 那這些人的總裁 我後來就發現 因為我回來台灣 進美國這個領導特質系統的時候 我就把以前的這些 這些做過的這些客人 他們到後來就變成我的好朋友 所以不管是美國感恩節 或者聖誕節 如果我那個時候剛好人在美國 都會參與他們的頂尖的 他們的白人文化 然後另外我跟他們建立很好的朋友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會很支持我做這個事業 也讓我做了他們的圖表 所以就是關於他們的個性特質 因為他們的公司我都清楚 然後他們在那個領域為什麼成第一名 我也很清楚 所以我進入在台灣 雖然21年 我就可以把我前面的成功的資料庫 就可以在接的時候就非常快 那我在台灣 我訓練了 以前我們在12年前是沒有認證班 我們訓練了上千位的資產師 就包括我們的夥伴的專業的資產師 還有幫我們的企業 就是都訓練了很多資產師 所以我那時候我個人自己的客戶 我有十大家專案 就用了十幾萬個人次 然後訓練了幾百位 那時候是沒有認證 然後後來這10年有認證 我們又訓練了500位認證講師 所以認證不認證 就是資產師他只有學我們其中的 第一個最基本最重要的 個人成功的特質系統 那認證的就把我們的系統的全面 所謂全面包括個人的特質 團隊的這個核心績效 還有怎麼去找人才匹配 讓另外教練 就我們四大系統的整合 這個就整個整體的認證講師 是我們這十年在做的 那我個人就大概最強的 以前做的是 如果是世界級的像IBM 區城市 花旗銀行 菲利普 UPS 那如果是國內的產業龍頭 像教育訓練 以前顧問業的龍頭 台灣生產力中心 然後營造業的龍頭 大陸工程 那所以我剛剛還有像在世界級的 像剛剛肉講的像江森 江森 然後他們的整個的關係企業 轉身 還有他們的這個眼鏡的這一塊 通通都就是這些 剛剛講的這些公司 加在一起就用了十幾萬 那我跟這些公司原來 我就有要求 包括TGI Friday 去城市 他們使用的都非常成功 像我搬 然後我就會跟這些總裁 就變成很好的朋友 然後呢 我也是他們私人的教練 那另外 因為我的經驗 我發覺 只要公司的總裁 總經理有完全的投入 那這家公司的績效 就會非常的高 那這家公司如果只有人資部門 在參與的話 是雖然有達到 大概是可以達到50%的目的 可是在整個公司的動員上面 因為一般人力資源的人非常的忙 常常要演黑臉 又要評估 評估績效 又要審核人 所以一般做人資的 他自己的工作壓力也很大 如果他的頂頭善師 總裁或CEO 他如果有學這個系統 而且完全的負責 那對這個人資在執行這個訓練 和使用的時候 他們就沒有壓力 然後這公司會如虎添翼 那剛好上個禮拜 還打到我們一個客戶 因為他們就是整個亞洲七個國家 在那個產業原來是第二名 現在就變成全球的第一名 還跟他們打電話 我覺得最有成就感的 他是才進去一連半 然後最近升遷到一個工作 必須要去做整個七個國家 採買我們這個系統 他說我們這公司 每個人一天到晚都在談PDP 那他是才負責這一塊 他自己的圖遠還不曉得 然後就跟我分享 那我就趕快就跟他會連結上 然後另外像9月份 我的一個客戶居城市 第一位還算是我的貴人 他們那時候是在這個產業第二名 他剛到台灣負責台灣的頭 然後他就希望他的公司 能夠流動力降低多少 那我就問他 降低這麼多流動力 對你們公司有什麼好處啊 他說會把我們公司省掉 6000萬的台幣一連 哇 那我就說好 那我相信 那時候因為我已經做了快10年了 因為我前面做輔導過TGI Friday 他們是全球餐飲業的第一名 然後另外我輔導過Philippo 然後有輔導過City Bank 華旗銀行 那時候我也輔導過Johnson 那我就跟他說 你要達到這個目的 我們要寫一個雙贏承諾 就是你一定要完全的投入支持 那你也要參與這個學習 那我每次辦你們上課 不管是辦你們高階管理職上課 或中階管理職下上課 或者基層管理 因為他們的中階跟基層都是講國語的 那他是英國人他不可能參與 他們高階的就是英國人比較多 當然也有老中 那我說我會回來跟你做私人的教練 那會跟你講 以你做總裁而言 你要怎麼樣去做才能幫助 支持所有人資部門 所以和各部門的主管達成這個目的 你對整個公司的核心優勢 和現在的落差在哪裡 怎麼去強化 他對你的幫助很大 我剛談到這個 雖然這個屈城市的台灣的總裁 1999年他跟我的信任度 那我也幫他們公司達到他所要的目標 流動率降低多少 然後幫他們在一年內也完成了目標 省下6000萬台幣 然後他也給我的書面的見證 他說我要達成的 他就會給我書面見證 那我平常就是後來他雖然離開 他也到香港去城市 然後後來到了新加坡 到了菲律賓 所以我跟我的先生 幫他們七個國家的總裁 還有人資總監通通上了課 所以他們七個國家都有用 那三年前他雖然退休了 為了他的女兒 因為女兒在菲律賓 他不方便 所以退休了 然後他現在是菲律賓區城市總裁的顧問 然後今年9月底到台灣 我們就 我們因為去年底 我們有去那邊 我跟我老公在聖誕節前去那邊上了課 他又來 那所以我非常高興 就是說我跟我的像這個每一個客戶 不僅幫他達成他的績效 他跟他變成都變成這個終身的好朋友 還有他的家人 他的家庭 家人的角色 我們都會去用PTP的工具 來幫助他了解現階段他在事業上 還有在健康上 或是在家庭上 他哪些要注意的 然後我們不管在天涯海角 都有機會都還能見面 這個對我來說大概 晚上睡覺最高興最滿足就是這一塊